《花鹿阿豬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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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就看了《花鹿阿豬媽》 這部電影 第一個感受就是很溫馨 很清新 看了夠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這是一部很有親和力 也很真誠的作品 非常真實跟寫實 《花鹿阿豬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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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主 她只是去韓國 她只是想普通的旅行 可是 在她那邊發生的那種劇情 兜兜轉轉 她就是從一個 就是阿豬媽的一個視角 然後去看世界 然後看到整個的韓國 跟我們平常看到的韓劇 的那個觀點跟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帶了一點點的溫馨 你可能看著電影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我在看著這個電影 可是我會不經意的想起自己 可能曾經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或者是想起自己身邊的某個人 整個故事就是有帶到 所父母跟孩子的關係 每個角度都有特別的 Charisma 那真的就是把你推進去 的時刻 而且阿豬媽是來的 阿豬媽是來的 阿豬媽是來的 阿豬媽 阿豬媽是來的 看花露阿珠吧 孩子小的时候 比较需要父母 你们时间都要在他们身上 后悔吗 你还是妈 还先都完全不坏了 这个余的草叶 不是说什么 这一句话 我们就是 我是姿帅